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吳彥林 今早上看出來都看到天色不錯 預計今天會是陽光充沛的一天 到7點,各區的溫度大概就是27至29度 至於大範圍的衛星雲圖都可以看到 受到高空反應船的影響 南海、北部和廣東沿岸的天色都不錯 另外,在菲律賓以東海域有一個比較厚實的雲團 這個就是熱帶低氣壓 我們預計它會慢慢增強 然後移去雷宋以東一帶 無論受到它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 到下星期中期,華南沿岸就會有些雷雨 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就是 大致天晴和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概34度 新隔會再高1、2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之後幾天都是持續酷熱 大致天晴,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到下星期,天氣會漸轉不穩定 在此,再一次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需要去戶外的話 就記住做足防暑和防曬的措施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拜拜